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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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写作部分 SWT本期没有更新 高评里面我们新添加了SWT114这道题目 这道题目前还没有原文 我们的积极领友这道题目的回忆 同学们可以去看一下 SWT的命中率不错 高评是比较稳定的 同学们最好是能够在考前都把重点都至少列一遍 最近考到的题目有011 013 017 020 024 069 084 Essay本期没有更新 大作文的命中率很高 建议同学们考前能够把预测的 17道题目都写好 自己写过的高评观点一定要熟记 Reorder我们本期没有更新 大家平时练习的时候 可以准备一个本子 总结一下RO这道题目的逻辑关系 和整理一下自己的错题 考试前几天就可以直接用完拿来复习 FYB本期我们更新两道题目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理解挖控的部分 前两段大概是说了 对18个月婴儿进行了一个语言学习评估表明 儿童它是更容易记住重复 英杰的物品名称 也就是叠音词 然后第一个空 研究人员说 这些叠音词对于婴儿来说更容易学习 可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词汇学习要点的起点 第二个空 爱丁堡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 通过一系列的视觉和注意力测试 来评估婴儿的语言学习行为 我们来看下一篇文章 说一下这篇文章的几个搭配 第一个是 Present all evidence for and against 这里是提供支持和反对的所有证据 第二个 这里的position of interest 这里的interest不是有趣的意思 而是有利 利益的意思 然后下一个develop 这里是一个培养的意思 培养批判性的认识 然后最后是故意的意思 我们接着来看sst 这期没有更新 sst最近一般考到的都是揽到旧题 根据考生的回忆 这周考到的sst有 09 15 16 18 21 26 45 60 78 105 所有命中率真的是很高 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所有的sst高评都要自己总结 看别人总结的是 不如自己写的印象声 要知道每一篇sst的关键内容点是什么 然后哪里是一个解释例子 是不需要写进去答案里面的 听力的fib 大家要平时进行背和积累 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去检查 好拼写 WiPhone 本期更新的11道题 近期这一道题目逐渐在加入新题 但大家在复试的时候也要先以高评为主 对于要考79分的同学 细节也要保证正确率 下面的题目都基于同学的回忆 具体单词细节要以听到的为准 标蓝色的词组跟单词 大家要注意一下拼写 要做到听到这个单词的发音 要反映到是这个单词 那今天的预测就到这里了 欢迎同学们来机房学习和参加7 Plus的整体大链班 每天下午的4点到6点 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请炒一下奥维码添加我们的小数手咨询 最后希望同学们考试顺利 早日和PTE说拜拜 谢谢大家的收看